喂,我是吴季星 我们现在是晚上8点06分 2011年 今天是4月26号了 应该是4月26 27、28、29、30 今天应该是4月26号了 我们今天非常高兴 就说我们早上凌晨的时候 做了一个录音 就是说台湾的言论自由 但是它的效果不是很好 因为它我们录制 Logical Tech Webcam 就是逻辑 它这个要调整它的音量 没有注意调整 所以我现在也不知道 所有的声音状况好不好 对,今天是4月26号 今天我的同事很客气 上班 我算是保全人员 派住在一家金融公司 分公司在当保全人员 我今天刚好他们在整理东西 小姐整理东西不方便 他有很多东西我帮他整理 然后他找到他两个礼物 一个是一个热水杯 小小的热水杯 然后一个礼物就是 他这个可能不要说放很久 各位可以看到 这是元大证券送给他的 元大证券送给礼品 这礼品里面就是肥皂 肥皂还有洗靶精 各位可以看一看 那是肥皂是最便宜的肥皂了 Lux 对不对 不知道他为什么会送Lux 元大证券送给他 这是整个是green 葡萄柚沐浴卤 这是洗澡用的 我们可以看 这卖起来的话 肥皂两块 肥皂要不要多少钱 20块 有些便宜的是20块 一个是10块 这沐浴乳这么小瓶的沐浴乳 难说 大概是100块上下 有时候看 这加起来就是100多块钱 只要元大算起来 我们可以看元大礼盒就知道 马志祥是吧 马什么祥 一下子祥不祥了 他算起来是 蛮节省的 蛮节省很不容易 他还是一个男士 我以前还是一个女生 这个 这个马董事长 算是元大金工 他们算很不简单 相当节省 就跟他们以前的习惯 现在也不知道 元大这些大手笔 把宝来证券给拿下来了 今天台湾的股市又跌下来 今天新闻就是台湾的金融股 因为中国大陆入资来台湾 关卡重重的 只准设一家分公司或怎么样 可见台湾这个政府还是非常担心自己的金融被中国大陆拿起来 现在都要听中国大陆 啪啪中国大陆 在台湾搞金融业 或者是怎么样 边一把兆 大家都是放钱放到中国人民银行去了 或者是中国大陆的三大银行放到里面 钱都喜欢放那边去 利息高 所以台湾政府的话 它是排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银行吗 你像纽约市立银行在台湾的话 你看纽约市立银行有多少家分行 28号和平公园旁边 有家纽约City Bank 101大楼附近有家City Bank 中成路有家City Bank 接下来有三家了 所以这个是有一些种族偏见的味道 台湾政府这样的规定 我现在先说说看 试试看声音好不好 我们再继续说一说